现在我们再看他这段经文的内容 所以诸天是指的什么 是指的护法隆天之中的天神 以及游界天 世界天的天主 也就是天王 还有天主 天王们的父宠 都叫做诸天 在梵文来讲 就是许多的天 这个叫德王 也是我们翻译中文叫提婆 许多的天人 天神 天王 都在虚空中 他们在同声高声来讲 这个很不容易啊 诸天呢 他们彼此都有神通 所以加上释迦牟尼佛的神力 因此呢 他们讲话的时候都讲相同的话 同时讲相同的话 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 刚才 我问 诸位 好多代句话 是不是说是 对不对 这个也是诸天在合唱 他们讲的 他们讲什么呢 他们讲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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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量无边百千万亿 大家应该懂的是什么 下面是二生起 实际上是无量数 又叫做无数 无量数 无数的意思 这个无数也算是一个单元 也算是一个数的一个名称 是数 数 数 数到没有办法数 这个叫做二生起 现在诸位以我们的数目数 能够数到没有办法数的数目有没有 有天文数以上的数就是不能数了 天文数好像还能数 诸位知道我们银河系有多少星球 你们可以讲无量无数 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二生起世界也可以这么讲 而这个地方的世界呢 一个世界相当于一个银河系 因为每一尊佛是教化的世界 就是相当于一个银河系 我们塞加木尼佛教化的世界 叫做苏佛世界 有多大呢 就相当于一个银河系这么大 这个从我们的苏佛世界的 往东南西白上下思维去看 十方世界的所有佛土的所有的 这个天人都这么赞叹 赞叹什么 有没有塞加木尼佛的一个世界 这个塞加木尼佛在苏佛世界做什么呢 正在为做菩萨 摩菩萨 为许多的伟大的菩萨们做大圣经典 那一部经典的名称 叫做《妙法莲花》 《妙法莲花经》的意思呢 是这一部经就像莲花那么清净 而这一部像莲花那么清净的经典 是宣说的什么 是选择唯妙的 非常深奥的佛法 因此叫做《妙法》 《妙法莲花经》这样子 那么经典里面讲什么呢 是讲的菩萨化 所以菩萨的法跟一般的世俗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教把法分成呢 一共有五圣 就是五个等级 有人天法 人天法 是天上的法 还有呢 还有呢 二圣法 就是包括 欧罗汉 辟子佛 这是小圣法 然后呢 大圣法 里头就是菩萨法 佛法 菩萨 菩萨的完成就是成佛 那么这个地方 在《妙法莲花经》里面讲的法 是什么法 是菩萨法 不是人天法 不是二圣法 而是菩萨法 是大圣旧经的菩萨法 把所有一切的从人 从小圣 从天 从人天小圣 回归到菩萨 统一到菩萨法 所以这叫做《妙法莲花经》 这样的原因呢 是有佛说互念的 父啊是爱护 念是心念 关怀的意思 只有佛啊 所关怀的 只是一准佛吗 不 凡是佛都会 护持关怀这部经 为什么 因为这部经呢 太重要了 在佛经里面 是经中之王 是最高的 最究竟的一部经 因此呢 是佛 爱护 关怀 路登当身性随喜 一当呢 礼拜供养 释迦牟尼佛 那你们 这个是你们是什么 是对着那些世界的众生讲的 你们应该啊 以深刻的心 来 产生了 欢喜 垂喜呢 就是说 已经有的 好吃 善事 让我们大家去啊 共同的参与 已经有的 已经有了 我们去参与它 这叫做垂喜 还没有的 还没有的呢 还没有的呢 我们要去租成它 因缘呢 完成 那 这法华经是老早有的 释迦牟尼佛 已经在说法 所以大家去参与呢 叫做垂喜 今天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讲这部法华经呢 已经呢 预定好的 那诸位来听法华经呢 是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垂喜 如果你们法起 来 恳请 圣言 法师啊 讲法华经 其他的人 还没有要知道 要请 而你们呢 就来请 这 你们就是主动的 请把走 而不是随喜走 随喜者是有福报的 人家已经现现成成的 完成了 你们就来参与 这个叫做捡了一个什么 捡了一个便宜 这个是一个非常珍惜的事 不要认为这是个便宜货 不值钱 这是我们的福报啊 下边呢 鼻祖众生 闻词声音 这个就是那些无量世界的 诸福世界的众生听到了 这种这个声音呢 大家合掌 对着 说服世界 怎么说 哦 南无本师是加募尼佛 不是南无本师啊 我们说服世界的众生 称南无本师是加募尼佛 因为 释迦牧尼佛是我们的本师佛 所谓本师 也就是 我们是跟释迦牧尼佛学的 如果没有释迦牧尼佛 我们不知道有佛法 所以叫做本师佛 那么其他的佛呢 是又是加募尼佛介绍的 我们呢 也恭敬 也要恭养 那是不是本师呢 不是 那就是他方世界 就是过去佛 不是他方佛 不是本师佛 本师佛 就像你们作为归一三宝的时候啊 归一佛 归一发 归一身 身之中有个本师身 本师身是谁 是你的归一师 比如说 我们 这次讲完法华经之后 要举行归一的仪式 你们归一的时候 是由我来说归一 这样子的话 我是你们的什么生啊 本师身 很容易懂 那么这个地方 释迦牧尼佛啊 是他方世界的众生 称释迦牧尼佛 那么的意思呢 就是以敬 是归命 归敬 自敬 的意思 并与众众香花壮严等 从他们的世界 遥遥的向我们 苏佛世界来散化 这不简单 他们散化 我们根本看不到啊 太远了嘛 可是呢 下边呢 就看到 释迦牧尼佛的神力 的关系呢 使得四方世界的 所有世界呢 通达 好像是一个 佛的 国土一样 所以他方佛的 所教化的地神 众神 要散化散到 我们这个苏国世界 释迦牧尼佛的 一个佛土的来 也是等于是在同一个世界 所以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不容易 所以佛的神力品就在如此 下面非常重要的几句话 我们念下去啊 二十 佛搞善心的 佛上大宗 诸佛神力 如是无量无便不可思议 一要言之 如来啊 一起所有之法 如来一起自在神力 如来一起密要之障 如来一起神圣之事 这一词经 显示宣述 事故如丹 如来密后 因呢 一信受词 多诵 解说书写 如说修行 这一段话 释迦牧尼佛说的 所在的国土呢 若有无品法师处 若有此经之处 都应该其他供养 现在我们这里面要稍微解释一下 所以上行菩萨等 是指的谁 是在从地涌出品里边 从地涌出品里边涌出了许多许多的菩萨 其中呢 有四位大菩萨为上手 哪里是位呢 一位叫上行菩萨 第二叫如边行菩萨 第三叫做进行菩萨 第四呢 就是安利行菩萨 这个四顿大菩萨 是带着许多许多的大菩萨们 从地下 所谓地下 就是我们地球世界的下方呢 涌上来 带着无量无数的听众来 那么这个时候 说释迦牟尼佛 就告诉上行菩萨 等 那就是从地涌出品里边 所见到的这些大众 告诉他们什么 诸佛的神力 像这个样 怎么样呢 是无量无边的 不可思议的 诸佛的神力是不可以 用任何的语言 来形容 用任何的时间空间 来去比喻或描述 或假如范围 而是没有办法说的 所以叫做无量的 无边的 不可思议的 无量无边是讲的呀 它的空间的范围是大 没有办法用数量去 数也没有办法用范围去衡量 不可思议就是不可以用头脑去想象 也不可以用语言去说明的 那么简单的 能要的来叙述介绍的话呢 那有四句话 用这个十句话来代表 哪里是一句话 说如来的一切所有的法 如来一切自在的神力 如来一切密要的保障 如来一切的神圣的事 那我们讲第一句 所有的法是什么 是包括方便法和真实法 方便法叫做权 权你们听懂吗 权力的权 权在附近里边是一种特别的用法 权巧方便 实呢 实相 真实 实相 真实 这是权实 那也就是我们呢 本经分成两个大部门 一个叫做金门 一个叫做本门 金门是讲的方便权巧化 本门呢 是讲的实相 真实法 所有一切法 也可以讲 五身法 全部都在里头 如来的一切自在的神力是什么 比如说 如来能够把所有十方一切世界都能够让它变成了像一个世界一样 在如来在我们这个苏波世界的说法能够使得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挺到 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够不需要动他们的本土 离开他们的本土 离开他们的本土 而就像在我们这个苏波世界一样 这个是啊 就是它的神力自在不可思议的 是 那么讲它的秘密之障 说密要纸张是什么 密要纸张呢 是讲的呀 在一色相之中含有啊 有无量的意向 意向即无量的无数的差别像 一个真色像含有无量无数差别像 从任何一个差别像里边 多含有普遍的无量无数的真色像 因为是像是无像 是像是无像 所以既然是无像 无像之中含有一起像 只有无才能够含色无量无数无边 所以一像是一起像 一起像里边的任何一像 都是等于一起像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密要之障 藏在里边的有那么大的力量 那么大的范围 那么多的作用 而我们看不到 这有佛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么如来一起的神圣之士是什么呢 方便篇里也有这样子讲过 说诸佛的智慧 神圣无量 难解难入 那也就是福的智慧 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事 都是禅射者神圣不可思议 难解难入 难解就是不知道 不容易知道 难入自己没有办法体验 那么下面呢 他说 既然这个容是个四句话 这个四句话的内容是含色的太寡了 太神了 而这一部经历里面全部都已经表现出来 说明了 因此在如来灭后呢 你们呢 这个所谓 你们是佛对上行佛杀的交代 佛啊 付诸 你们应该呢 要一心受词 就是如来灭后 这个是讲的释迦牟尼佛 一盘尼佛啊 你们都应该要做下边的四样式 这个下边的四样式 我们叫它做无凭法式 一心的做什么 一心的受词 一心的读松 一心的书籍 解说 一心书写 一心的如所修行 这一心两个字呢 贯穿下来 一承认 当你正在做这样式的时候啊 你心无二用 第二样呢 当你做这样式的时候 不要改变 你改变了 你的愿心 叫做不死心 那我们要有长远心 做什么 做无凭法式 这个法式很好做 我读松 现在献授辞 授辞的意思呢 就是 已经听到了 有这部法学经 我顶带授辞 我接收下来 接收了以后怎么样呢 我要读松 读松法学经 读是读 读松是读 读经不一定要读生 读经就要用声音来了 读松也可以连起来讲 就是读经 就是读经 有的是念的 敲到墨鱼念的 有的不一定要敲墨鱼 解说呢 是为人解说 书写呢 这个是因为古时候啊 印刷 俗啊 不发明 所以要传播一部经典呢 一定要用手来写 所以能够写经的人 这是功德 也是无量 那也算是法师 如说修行呢 也是法师 照着法学经所讲的道理 去做 这也是叫做法师 同时 在如来神的品里面讲到 这样有无品法师所在的地方呢 那 或者是呢 有这部法华经在的地方呢 都好像是佛在的地方一样 都应该起塔来供养 这个塔实际上是庙 式的意思 过去的 塔的所在地 就是啊 有佛的舍利 舍利有两种 一个是肉身舍利 一个是法身的舍利 经典是法身舍利 肉身舍利 就是 我们叫坚固质 像我们现在付钱呢 也有 富的舍利在这 凡是有舍利所在处 等于是富在的地方 应该要起塔来供养 有塔的地方 就有身众在那边供养 和弘法 也有四众弟子同时来听法 和修持佛法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道场了 那么 无品法师是容易的了 无种之中 只要你会一种 也算是法师 所以这样子一来 我圣言法师也没什么了不起 也不过这是个法师 那你们能够受词法华经 都送法华经 也算是法师 这个法师呢 就是啊 学法之师 修法之师 弘法之师 谢谢大家